扎夫人十一 一 康妮正在一间旧物铸藏室里收拾着 乐格贝有好几间边样的铸藏室 这林莎真是个么铸藏库 而这家人却永不把旧东西南卖 佐佛莱南爵的父亲喜欢收藏图画 佐佛莱南爵的母亲喜欢收藏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家具 佐佛莱南爵她自己喜欢收藏橡木雕刻的老箱子 教堂里的圣衣箱 边样一代一代地传下来 克里弗收藏些近代画 一些不大值钱的近代画 在这旧物铸藏室里 有些兰德西尔的坏作品 有些韩特的可怜的鸟巢 和其他一堆庸俗的皇家艺术学会会员的绘画 都是阻使一个皇家艺术学会会员的女人吓倒的 她决意把这一切东西查阅一遍 整理出来 那些粗重的有据使她觉得有趣 她发现了一个家传的红木老摇篮 这摇篮被谨慎地包捆着 以防尘埃和损坏 她把它拆开了 这摇篮有着某种可人的地方 她审视了一番 真可借用不着这个摇篮 在旁边帮着忙地被太太叹着气说 虽然这样的摇篮现在已经太旧式了 也许有一天用得着的 我也需要有个孩子呢 康尼从容地说 仿佛说着 她也许可以有一顶新帽子式的轻易 难道你是说 克里弗男爵可以好些吗 波太太结结巴巴地说 不必等到她好些了 我是照她现在的情况说 她只是筋肉的瘫痪罢了 这对她是没有妨碍的 康尼自然得像呼吸似的说着谎 那是克里弗给她的主意 她说过 自然啦 我还可以生得孩子的 我并不是真的残废了 纵令臀部和腿部的筋肉瘫痪了 而且 直立是可以容易恢复的 那时种子便可以传递了 她对于采矿问题是这样的智力 在这种活泼奋勇的日子里 她真的好像觉得 她的性功能就要恢复了 康尼恐怖地望着她 但是 她是够激紧地 把她的暗示 拿来当作她自己的武器的 因为假如她能够的话 她定要有个孩子的 不过 那绝不是克里弗的孩子 波太大气 只只待了一会 过后 她知道了 这只是欺骗的话罢了 不足相信的 不过 今日的医生们 是能做这种事的 他们很能够做接种 这类的事情的 哼 夫人 我只希望合入着你 可以有个孩子 对于你和对于大家 那是件多么可喜的事 老实说 乐阁被大厦里有个孩子 事情就大不同了 可不是 康尼说 她选了三张六十年前的 皇家艺术 学会会员的图画 去送给 学兰公爵夫人主办的 慈善贩卖会 人家叫她做贩卖 会会爵夫人 她是常常向所有的 有爵位的人 征求物品给她贩卖的 她得了这三张装了矿 数了皇家艺术 学会会员的名的图画 定要得一级了 她也许还要亲自来拜谢呢 克利弗是顶讨厌 她的造访的 但是 天呀 波太太心里想 你准备给我们的 是不是没了事的孩子 天呀 天呀 那简直是一个 打娃斯哈的孩子 在乐阁被大厦摇篮里了 不过 那也可以无愧于这个摇篮的 在这旧物柱藏室堆积着的许多离奇古怪的东西中 有一日黑漆的大箱子 做得非常巧妙 这是六七十年前的东西 里面安排着各种各样的物件 上面是一些梳妆用品 刷子 瓶子 镜子 梳子 小盒子 甚至三个精致的保险小剃刀 肥皂 却和一切刮脸用品 下面是写字台用品 吸水纸 笔 墨水瓶 纸 信封 既是薄 在下全是在女工用具 三把大小不同的剪刀 针 信封 既是布 在下便是女工用具 三把大小不同的剪刀 针 针菇 丝线 棉线 补罪用的木球 这一切都是精细的上品 此外 还有个放药品的格子 瓶子上标着名种药名 鸦片药酒 松香水 丁香精等 但都是空的 一切都是 没有用过的东西 整个箱子抬起来的时候 像一个小而臃肿的提箱 里面摆布的迷魂阵一样的密 密到籽里的 水都流不出来 因为一点空也都没有了 做工和设计都非常精美 这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手艺 但是这箱子 却有点太怪异了 购置这日箱子的查太来前辈 一定也有这种感觉 所以从来没有人拿来使用过 这是一口无灵魂的死箱子 虽然 波太太却喜欢极了 看看多美丽的刷子 这么值钱的东西 甚至那三把刮脸用的肥穷刷 都是无美不备啊 还有那些剪刀 那是钱所能买的最精致的东西了 哼 真可爱 你觉得吗 康妮说 那么 你拿去吧 哼 不 夫人 是的 拿去吧 否则他要在这儿割到地球末日呢 假如你不要 我便拿来和图画一起送给公爵夫人了 他是不配受用这许多东西的 真的 拿去吧 哼 夫人 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 那么 不要感谢好了 康妮笑着说 波太太手里抱着那只大而有黑的箱子 兴奋地满面春风地走下楼来 女管家白蒂斯太太驶着车 把波太太里他的箱子带到村里他家中去 那得请几位朋友来玩赏玩赏鱼室 他请了要寄师的女儿 女教员和一个掌柜助手的女人 围顿太太到家里来 他们赏叹了一番之后 开始低谈着 查太来男爵夫人要生小孩了 神奇的事情是常常有的 维顿太太说 但是波太太坚信着 如果孩子真出事了 那定是克德福难绝的孩子 便是这样 不久以后 教区的牧师来对克利福慈祥地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希望一个乐阁贝的继承者呢 哼 要是这样 那真是圣灵险计了 哦 我们可以这样希望吧 克利福带着威徽和机缝 同时又有着某种信心地说 他开始相信那是很可能的 甚至相信孩子也许是他的献 一天下午 大家都叫他做相声文达的 莱斯里文达来了 这是个青瘦 修杰的 七十岁的老先生 从头到脚都是跪身 郑使波太太 对白蒂斯太太说的一样 的确 他说起话来 那种嗨嗨 不绝约的古老样子 好像比从前戴假发的绍身 还来的东轰 飞奔的时光 把这些古雅的东西都淘汰了 他们讨论着煤矿问题 克利福的意思 以为他的煤炭的品质 给纵力不佳 但是可以做成一种集中燃料 这种燃料 如果加以 某种带酸的失空气 好好强压起来 是能够发出很大的热力的 很久以来 人们已注意过这种事实了 在一种强有力的失风之中 煤炕边燃烧出来的火是畅亮的 差不多没有烟的 剩下来的只是些灰粉 而不是粉红色的粗大沙粒 但是 你到哪里去 找到适当的机器 去用你的燃料呢 文达问道 我要自己 去制造这种机器 并且自己去消用这种燃料 这样产生出来的电力 我便拿出来卖 我确信 这是可以做的 假如 你做得到的话 那好极了 好极了 我的孩子 可 好极了 要是我能够帮什么忙的话 我是很愿意的 我恐怕我自己立我的煤矿场 都是不太合时宜了 但是谁知道呢 当我瞑目以后 还可以有像你一样的人 好极了 这一来 所有的工人又有工作了 那时代 不要再管煤销不了 真是好主意 我希望这主意可以成功 要是我自己 有儿子的话 无疑的 他们会从西伯来矿场出些新主意 无疑的 顺便问一句 我的亲爱的孩子 外面传的风声 究竟真不准 我们是不是可以希望个乐阁辈的继承人 外面有这么一个风声吗 克利福问道 是的 亲爱的孩子 住在惠灵屋的马沙尔 向我问起 这是是不是真的 这便是我听到的风声 自然 要是这是无稽之谈 我绝不向外多嘴的 物 文达先生 克利福不安地说 但是两只眼睛发着异光 希望是有一个的 希望是有一个的 文达从房子的那边夺了过来 把克利福的手紧握着 我亲爱的孩子 我亲爱的朋友 你知道不知道 我听了 心里多快活 知道你抱着得子的希望工作着 也许那一天 达娃斯哈的工人 都要重新受雇于你了 哼 我的孩子 能够保持着家生 和有着现成的工作 给友谊工作的任何人 老头儿实在感动了 第二天 康妮正把一些黄色的郁金香 安置在一个玻璃瓶里 康妮 克利福说 你知道外边传说者 你就要给乐格备生一个继承人了吗 康妮觉得 给恐怖笼罩着了 但是他却安泰地 继续不摆着他的花 我不知道 他说 那是笑话呢 还是友谊重伤 他静默了一会 然后达到我希望两样都不是 我希望 那是一个预言 康妮 还是在整理着他的花 我今早接了父亲一封信 他说 他问我 他已经替我答应过 亚历山大科博爵士 在七月和八月 到他的威尼斯的 艾斯姆拉达别墅去渡数的事 忘记了没有 七月和八月 克利福说 哼 我不会留两个月他们久的 你真的不能一起去吗 我不愿到国外旅行去 克利福迅速地说 他把花拿到窗前去 再是我去 你不介意吧 他说 你知道那是答应了的事情 你要去多少时候 也许三个星期 大家静默了一会 那么 克利福慢慢地 带几分忧郁地说 假如你去了 一定还想回来的话 我想三个星期 我是可以忍受的 我一定要回来的 他质朴地 闲静地说 心里确信着 他是一定要回来的 他正想着另一个男子 克利福觉着他的确信 他相信他 他相信 那是为了他的缘故 他觉得心上的一块石头松了 他马上笑竹炎开起来 这样吗 他说 我想是没有问题的 是不是 是的 他说 换换空气 你定要觉得快了吧 他的奇异的蓝色的眼睛望着他 我很喜欢再见见威尼斯 他说 并且在那潜水湖过去的小岛的沙滩 上洗洗澡 但是 你知道我是厌恶力岛的 我相信 我不会喜欢亚历大克伯爵士 和克伯爵士夫人的 但是有希尔达在那 并且 假如我们有一只自己的游艇 那么 是的 那定是有趣的 我实在希望 也能一起去呢 他说这话 是出于制诚的 他更愿意在这种小事情上 使他快乐快乐的 唉 但是想象一下 我在巴黎北车站 或加莱码头上的情形吧 但是 那有什么关系呢 我看过其他的 在大战中受了伤的人 用一床抢着呢 何况 我们是可以坐汽车去呢 那么 我们得带两个仆人去了 哼 用不着 我们带菲尔德去全毫了 那边总会有个仆人的 但是克利弗摇了摇头 今年不动了 亲爱的 今年不去 或者明年再看吧 他忧愁地走开 明年 明年他又将怎样吗 他忧愁地走开了 明年 明年他又将怎样吗 他自己实在并不想到威尼斯去 现在不 现在是 有了那个男了 但是他还是要去 为了要服从生活的纪律的缘故 而且 要是他 有了孩子的话 克利弗会相信 他是在威尼斯 有了个情人的缘故 现在已经是五月了 他们是打算在六月间 便要出发的 老是这一类的安排 一个人的生命 老是安排定了 轮子转着 转着 把人驱使着 架双着 人实在是莫可奈何的 已经是五月了 但是天气又寒冷 而多雨起来 俗话说的 寒冷多雨再五月 立于五谷和草木 五谷和草木啊 在我们日中要的东西了 康尼德上啊 思维去走一趟 这是他们的小市镇 那儿 查泰来的姓名 依旧是威风赫赫的 他是一个人去的 菲尔德驶着他的汽车 虽然是五月天 而且处处是嫩绿 但是乡间景色是忧郁的 天气是够冷的 雨中砸着烟雾 空气里浮荡着 某种倦怠的感觉 一个人不得不在 抵抗中生活 无怪乎 这些人都是丑恶而粗钝的了 汽车艰辛地爬着上坡 悠果达瓦斯哈的散漫 龌龊的村落 一些黑色砖墙的屋子 他们的黑石板的屋顶的尖锐的边缘 发着亮光 地上的泥土夹着霉线 颜色是黑的 行人倒是视而黑的 仿佛一切的一切 都给凄凉欲的情绪所浸透了 丝没有自然的美 丝毫没有生之恶趣 甚至一只鸟 一只野兽 所有的美的本能都全部消失了 人类的直觉观能都全部死了 这种情形是令人寒心的 杂货店的一堆一堆的肥皂 蔬菜店的大黄癌和柠檬 时装药的丑怪貌了 一幕一幕地在丑恶中过去 跟着是俗不可面的电影戏院 广告画上标着富人之爱 和原始派监理会的新的大教堂 它的光滑的砖墙 和窗上的带青带红的大块玻璃 实在是够原始的 在过去 是维斯来源的小教堂 墙砖是有黑的 直立在铁栏和一些黑色的小树后边 自由派的小教堂 自以为高人一等 是用乡村风味的砂石铸成的 而且有个钟楼 但并不是个很高的钟楼 就在那后边 有个新建的校舍 是用高架的红砖筑成的 前面有个沙地的运动场 用铁栅环绕着 整个看起来是很堂皇的 又像教堂 又像监狱 女孩子们在上着唱歌课 刚刚练习完了拉一米 一多一拉 正开始唱着一首单的短歌 世上再也没有比这个 更不像歌唱一自然的歌唱一的东西了 这只是一阵奇异的呼嚎 带了点腔调的模样罢了 那还赶不上野蛮人 野蛮人还有微妙的节奏 那还赶不上野兽 野兽呼嚎起来的时候 还是有意义的 世上没有像这样可怖的东西 而这种东西 却叫做唱歌 当菲尔德去添汽油的时候 康尼坐在车里 觉得肉麻地听着 这样一种人民 直觉的官能已经死尽 只剩下怪异的机械的呼嚎 和乖房的气力 这种人民会有什么将来呢 在雨中 一辆煤车在轰轰地下这山坡 菲尔德添好了油 把车向山坡上开行 经过了那些大的 但是凄凉的裁缝店 布匹店和邮政局 来到了寂寞的市场上 那儿 山布勒克 正在他的所谓太阳旅店的酒寺里 色望着外边的行人 并且向扎太来南爵夫人的汽车 行了是个鞠躬 大教堂是在左边的黑树丛中 汽车现在下坡了 经过矿工之家咖啡店 汽车已经经过了威鲁敦 纳尔逊 三桶和太阳这些咖啡酒寺 现在打矿工之家门前经过了 然后再经过了基石堂 又经过了新开的 够华丽的矿工之乐 最后经过了几个新的所谓别墅 而到了上市的门区的 有黑的路 两旁是灰暗的篱笆 和暗青色的草原 达瓦斯哈 那便是达瓦斯哈 快乐的英格兰 莎士比亚的英格兰 哦 不 那是今日的英格兰 自从康尼在那居住以后 他明白了 这英格扮政生产着一种新的人类 迷醉于金钱及社会政治生活 而自然的直觉的官能 却是死灭了的新人类 这是些半死的尸体 但是 活着的一半 却奇异地固执地生活着 这一切都是怪贤的 乖庚的 这是个地下的世界 不可以溢测的世界 我们怎样能够明白 这些形式的反应呢 康尼看见一些大的运货车 里面装满着雪菲尔德钢铁厂的工人 一些具有人类模样的 歪曲的 妖怪样的小东西 正向着灭洛克去做野外旅行 他的心不禁酸楚起来 他想爱 上帝和 人类把自己弄成怎么样了 人类的领导者们 把他们同胞 开弄成怎么样了 他们把他们的人心都消灭了 现在世上再也不能有有爱了 那只是一场噩梦 他在种恐怖的波浪中 重新觉得 这一切都是灰色的 令人寒心的失望 这些生物 便是工人群众 而上层阶级的内容 怎样也是他所深知的 那是 没有希望的了 再也没有什么希望的了 可是 他却希望着一个孩子 一个继承人 一个乐隔背的继承人 他不禁经济起来 而梅乐氏 却是从这一切中出来的 是的 但是他与这一切却远隔着 如他自己与这一切无隔着一样 不过 甚至在他那里 也没有什么有爱了 有爱死了 那儿只有孤寂与失望 这便是英格兰 英格兰的大部分 康尼很知道 因为他今天 是从这样的英格兰的大部分的中心经过的 汽车正向着史德门上去 雨渐渐停止了 空气中浮着一种奇异的 透明的五月之光 乡景一幕一幕地卷了过去 往南是碧客 往东是门斯菲德和诺天汉 康尼正向着南方走去 当汽车驶到了高原上面时 他看向剑左手边 在一个高陵乡野的高地上 那深灰色的 暗淡而雄壮的滑缩薄宫宝 下面是些带红色的半星的工人住宅 在下面 便是煤厂的大工厂 还正在约着一缕缕的灰暗的烟和自蒸气 这工厂每年是要把几千几万金棒 放在公爵和其他股东的腰包里的 这雄壮的老公宝 败了 然而他还是高耸天际 俯视着下面失控器中的黑烟和白雾 转了个弯 他们在高原上向着史德门前进 从这路上看起来 史德门只是个庞大的壮丽的新饭店 离路不远的地方 金碧辉煌的柯宁斯被饭店 在一种荒迹的情况中耸立着 但是 戏看起来 你便看得见 左手边一排排精致的摩登住宅 安排得像滑牌戏式的 一家家用花园互相隔离着 这是几个妖怪的主子们 在这块康人的土地上 所玩的一种奇异的古牌戏 在这个住宅区过去 耸立着一些真正近代矿场的骇人的凌空建筑 一些化学工厂巨大的长阔 他们的形式 是前此人类所梦想不到的 在这种庞大的新设备中间 连矿场矿坑 本身都不算什么了 在这大建筑的前面 那古牌戏 都是惊奇地摆在那 等待着主干们去玩它 这便是战后新兴的史德门 但是事实上 尽管康尼并不认识他 老史德门是在那饭店下边半英里路之遥 那是一个老的小矿场 一些黑砖住的老住宅 一两个小教堂 一两间商店 和一两间小酒店 但是这一切 都算不得什么了 新工厂里 冒着浓烟和蒸汽的地方 才是现在的史德门 那儿没有教堂 没有小酒店 甚至没有商店 只有些大工厂 这是现代的奥式皮亚神国里面 有着一切的神的殿堂 此外 便些模范住宅和饭店 所谓饭店 虽然看起来怪讲究的 其实只是个故宫们的酒店罢了 这块新地方 其实是从康尼到勒格贝以后 才建筑起来的 那些模范住宅里 住满着从四方八面来的一些流氓 这些人所干的购案之一 便是去偷捕克利福的兔子 扎夫人十一 二 汽车在高原上走着 她望着整个的周府 一起一幅的开增爱分明过去 这个周府往昔是个交座的 威风赫赫的周府呢 再好不前 那直立天际 像是海市蜃楼的房屋 便是查维克大厦 它的窗户 占了墙壁的大部分 这是伊丽莎白时代的一个最出名的宫宝 它孤独地 高贵地 站在一个大花园的上头 虽然是古旧了 过时了 但是 人们还当作一个荣耀的遗物 似的保存着 瞧瞧我们的祖先是多么的显贵 那是过去 现在是在那下面 将来呢 只有上帝知道在哪里了 汽车已经转着弯了 两旁是些老而黑的矿工的小村舍 汽车正向着阿思卫下去 在这阴湿的日子里 阿思卫正冒着一阵阵的烟和蒸汽 好像为什么天神焚香似的 阿思卫是在那山谷的下面 到雪菲尔德的所有的铁道线都打这穿过 那些长烟葱里 冒着烟和闪光的煤矿厂和钢铁厂 那教堂上的罗钻式的凄惨的小钟楼 虽然就要倒塌了 但是依旧还矗立在烟雾中 这样的阿思卫 常常总使康尼觉得奇怪的感动 这是个山谷中央 在古老的村镇 有一个主要的旅社 名叫查泰来 阿思卫人都乔勒隔背 是一个地方的总名 而不是一个污名 矿工们的晴黑的村舍 是凭着行人到起的 狭小得像百多年前的矿工住宅一样 这些村舍都是动着道路起 道路于是成了一条街了 当你走进这街里面的时候 你便要立刻忘记了 那开火的 起伏的原野 这原野上还有着富宝和大厦耸立着 但是和鬼影一般了 现在康尼正到了那光吃的铁道网的上头 那四面都起着高大的度叶金属的工厂 和其他的工厂 舍人觉得四周只是些墙壁 铁的声音在消响着 庞大的载货车震动着地皮 号笛叫着 然而 当你沿着这条路下去 到了那区折撤楼的市镇中心时 在那教堂的后面 你便进到了一个两世纪以前的世界上了 查太来旅社和那老药房 便在这弯曲的街上 这街从前是通到这些富宝和权贵者们的 游乐别所在的旷野外去的大道 在那街角上 一个警察正举着手 让三辆载着铁条的货车过去 使那可怜的者教堂颠阵着 直至这些货车过去了 那警察才向扎太南爵夫人行礼 在那逝去的弯曲的老街两旁 挤涌着所有旧而黑的矿工住宅 再过去 便是一排排叫新而稍大的房屋 起在那山谷的坡上 这是些较现代的矿工的住宅 再远一些 在那宫堡大厦所在的林野上 烟雨蒸汽夹杂着 样荡着 新罗骑步着无数的红砖建筑 有的在低凹处 有的凝饿地在那斜坡上突入天际 这便是矿区 在这矿区的里头 叫是马车和茅舍时代的老英格兰 甚至罗宾汉时代的英格兰 还残留着 在那 矿工们不做工的时候 他们的受压制的好动的 本能无聊起来 便东奔西窜的闲散浪荡着 英格兰呦 我的英格兰 但是 哪个是我的英格兰 英格兰的权贵者们的堂皇大厦 照起向来 真是好看极了 而且在我们和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们之间 创造了一种幻象的联系 古香古色的古老大厦 现在还存在着 和在慈爱的安妮王后 与汤姆琼斯的时代一样 但是烟灰把鹤黄色的粉漆弄黑了 很久以来 便再也没有那黄金颜彩了 而且一个一个地 像那些官宝一般 被人浅气了 现在开始被人拆毁了 至于那 玉英格兰时代的茅舍呢 现在却变成 芒季的乡野中的一些建楼的大砖屋了 现在 人们把官宝拆毁了 乔治风格的大厦 也渐渐完了 那无美不悖的乔治风格的大厦佛丽志 当康尼的汽车打那门前经过时 也正在被人拆毁着 这大厦 这大厦还是很完整的 大战以前 维持来一家人 还是阔绰地住在里面的 但是现在 人家觉得这大厦太大了 太花费了 并且司灵都太仇视了 贵族都到了较为愉快的地方 去住了 那 他们是可以挥霍着金钱 而不必知道金钱之来处的 这便是历史 一个英格兰 把其他的一个英格半消灭了 煤矿业 曾使那些大厦致富 现在却把那些大厦消灭了 如同把那些毛舍消灭了一样 工业的英副办 把农业的英格兰消灭了 一种意义 把另一种意义消灭了 新英格兰 把旧英格兰消灭了 事态的继续 并不是有机的 而是机械式的 属于富裕阶级的康尼 曾攀附着那残余的者英格兰 直至经过了不少的年代 他才明白了 实际上 他的阶级 已经给这骇人的右部的新英格兰消灭了 而且 这种消灭工作 将继续着直至消灭 静静了为止 佛利之来没有了 伊斯乌德没有了 文达先生所爱的西伯来 也就要没有了 康尼在西伯来停了一会 屋后的园门 是挨进矿场铁道 和大陆的交叉点的 西伯来矿场 本身就在那些树从后边 园门大开着 因为矿工们是有权通过花园的 他们在园里游荡着 汽车经过了 那点缀远景的水池旁边 一旦矿工们却把他们的报纸 抛在这池里 毅然后由一条特别的小栅 来到那大厦门前 这是个十八世纪中期的 可爱的粉漆的建筑 那儿有一条美丽的水松树的小径 这小径 从前是通到一个老屋去的 大厦的正面安静地开展着 它的乔治风格的玻璃窗户 好像一些欢乐的眼睛 似的闪烁着 屋后边 变亮些令人羡慕的花园 康尼觉得里面的一切都比勒隔背可爱得多 光亮得多 并且更有生气 兜力而雅致 房子的墙壁都嵌着乳黄色的木板 天花板游着金色 每样东西都美妙修杰 一切布置都静美静妙 处处都花费过大量金钱的 甚至那些走廓都布置得宽大而可爱 优雅地弯曲着 并且充满着生气 不过文达是孤独地生活着 他深爱他的住宅 但是他的花园 却给他自己的三个煤矿场围绕着 他的想法是很慷慨的 他的花园 差不多是欢迎矿工们进来的 难道不是这些矿工们 使他有钱的吗 所以 当他看见义军军的建楼的工人 到他的水池边闲逛时 已自然不能进到他的私人花园里面 这几世 有个界限的 义他便要说 矿工们也许不像鹿子那样 可以点缀远景 但是 他们比鹿子是有利的多了 但那是维多利亚王后在位的后半期 一金钱满地的黄金时代 那时 矿工们都是些老实的工人 文达把这种话向他的贵宾 那时还是威尔士王子 半些醉地说 那王子用他的戴侯鹰的英语回答说 你说得很对 要是在桑德林韩复的花园下面 藏有煤炭的话 我定 要在那青草上开个矿场 并且要认为 那是最上等的花园不景 哼 我很情愿用这价钱 把花路去换矿工 我还听说 你的工人都是些好人呢 那时 这王子也许把金钱之美 和工业之福会 说得过火一点吧 但是 这王子后来做了国王 而这国王 也已崩式了 现在是一位另外的国王 他的主要纸廟 似乎是在主持 慈善周延厂的开幕里 那些好工人 现在却正近视着西伯来 大花园里 与后春笋似的 起了许多新的走路 老乡生的心里 觉得这种民众是异样了 从前 他是心下宽大的 觉得你是自己的产业 和自己的矿工们的主子 现在呢 一种新的精神 在微妙地亲近着 他觉得被排挤了 他的产业 好像再也不属于他了 那是不容人误会的 矿业与工业 有着一个自我的意志 这意志 是反对贵身主子的 所有的矿工 都是参与这意志的人 要想反抗这个意志 是困难的 这意志使你失掉你的地位 或者使你从生命中滚蛋 曾经讲过军队的 多声文达 亏他还站得稳 但是他在晚饭之后 再也不想到花园里去散步了 他差不多总是躲在家里 一天晚上 他光着头 穿着漆皮鞋和紫色的丝袜子 陪着康妮在圆门边去 用他的壳 壳不离口的上流社会的文雅的口气 和他谈着 但是 当他经过群矿工面前时 他们只是望着他 头都不点 康妮觉得 这轻瘦的 高雅的老先生在退缩着 好像一只笼子里的兜立的羚羊 给庸俗的眼睛凝视着时 退缩着一般 矿工们 在私人方面 对他是没有恶意的 一点也没有 但是他们的精神是无情地 反抗他的 他们的心底里 深深地怨恨的 在丑恶中生活着的他们 对于他的兜立的 斯文的 高雅的生活里含恨的 他是谁鹤 他们所恨的是 他与他们间的不同地方 虽然 在他的英格兰人的心 和他的兵士之心的秘密处 他相信 他们疾恨这种不同的地方 是有理由的 他觉得 他的享受这一切优越的权益 有点不对的 但是 他是代表一种制度 所以 他是不愿被人排挤的 只有死才能排挤他 在康尼访他不久以后 死神突然地把他掘去了 在他的遗嘱中 他并没有忘记 给克利弗很大的好处 继承他的财产的人 马上叫人把西伯来拆毁了 因为保存这大厦 太花钱了 谁也不愿意住在那里 于是这大便毁灭了 那美丽的水松树的路线 原来乏了 园中的树木也砍光了 整个产业也分成小块了 这地方是很近阿斯味的 在这新的无人之城的 奇异的荒原上 兴起着一排排的舒适的乌宇 于是便变成了西伯来新村子 康尼到那里 去的一年以后 一切都工了 现在那里是希特莱新村了 一座座红砖的乌宇起 在那些新壁的街道上 没有会梦想到十二个月以前 那里还有过一座壮丽的粉器大厦 但是 这是爱德华王所丝收的 花园布景法的新时代 这是一种拿梅矿场 来点缀草地的花园布景法 一个英格兰 把另一个英格兰消灭了 香生文达 和勒格贝大厦的英格兰 是完了 死了 不过这种消灭工作 还没有做到尽头罢了 以后将怎样呢 康尼是不能想象的 他只能看见一些新的 砖石的街道 铺在田野上 新的建筑物在矿场上起着 新的女工穿着他们的丝袜 新的男工到跳舞宫去 后辈人是完全意识 不找老英格兰的 在意识之继续中 有个破缺 差不多是美国式的 但其实是工业的破缺 以后将怎样呢 康尼总觉得 二并没有以后 他想把他的头藏匿在沙里 或者 至少藏匿在一个活着的男子的怀里 世界是这样的措杂 这样的奇怪 这样的丑恶 普通的人是这样多 而又这样可怕 真的 他回家去时 心里这样想着 望着矿工们 缓慢地离开矿坑 又碳又黑 一身歪着 一边尖耸着 一边尖低着 想着他们的沉重的香铁的长靴 脸色苍白的鬼似的 眼睛闪着字 欲向缩着 肩膊是了望脖的模样 这是人 这是人 哎 在某种说法上 他们是些忍耐的好人 在其他的说法上 他们只是鬼 他们的人类 所应具有的某种东西 被陆杀了 然而 他们却是人 他们却能生孩子 人是可以由他们而生孩子 可怕的 可怕的思索和 他们是温和的好人 但是 他们只是一种扮人 灰色的扮人 直至现在 他们是好的 但这也不过是 他们的一半是好的 假如他们死了的部分 苏醒过来 哦 去想象这个 真是太可怕了 康尼是深怕工人群众的 他觉得 他们是这样的不可思议 他们的生命 是绝对没有美的 绝对没有直觉的 老是在矿坑里 这样的人所生的孩子 哼 天忧天 虽然 梅乐是是这样的一种人生的 也许不十分是 在人情上 四十年是有变迁的 有大大的变迁的 青与梅 把人类的肉体 与灵魂 深深地吞食了 虽然 那丑恶修身的人类 却生活着 这一切结果要怎样呢 也许煤炭消灭之日 他们也会从这地面上 消灭了罢 他们是当煤炭号召他们时 成千成万地 从无中而来的 或者 他们只是些 煤层里的怪异的动物罢 他们是另一世界的生物 他们是煤的一种无素 好像铁弓是铁的一种无素的一样 这是些非人的人 他们是煤 铁与陶土的灵魂 碳素 铁锁 砂素等元素的动物 编些小元素 他们也许有点奇异的 非人的矿物的美 跟煤的光泽 铁的重量 也蓝色与抗粒 玻璃的透明一样的美 矿物世界的妖怪的 鱼铝的 无素的生物 他们属于煤 铁与阔土 正如鱼只属于水 虫只属于腐木一样 他们是矿物的分解物的灵魂 康尼惧怕 这煤和铁的米德兰 这种惧怕 使他周身觉得一种怪异的感觉 如同受了流行感冒一样 他觉得高兴地离开了这一切 而回到家里 把头埋在沙里 他甚至觉得高兴地 去和克里弗聊天 当然了 我不得不在彭莱小姐的店里喝杯茶 他说 真的吗 但是文达家里 会请你喝茶的 呵 是的 不过 我不便去彭莱小姐的情 彭莱小姐 是个脸色带黄的老厨女 有个大鼻子 和浪漫的气质 她事后人喝茶时候的殷勤热烈 是好像在做盛典一样的 她问起我没有 克里弗说 当然了 请问夫人 克里弗男爵身体好吗 我相信 他把你看得比加威尔小姐 还高呢 我想你对地说了我身体很好吧 是的 他听了这话 好像听了我对他说 天堂的门 为你开了一般的喜悦 我对他说 要是他来达瓦斯玉时 他定要到这儿来看看你 我 为什么 来看看我 是的 克里弗 你不能尿让人家 这样崇拜你 而不稍稍报答人家 在他的眼里 加巴多西亚的圣乔治 都绝对赶不上你呢 你相信他会来吗 哼 他的脸红了起来 那片刻问 他变得怪美丽的 可怜的东西 为之么男子们 不跟真正崇拜他们的女子结婚呢 女子们的崇拜 开始得太迟了 但是他有没有说他会来 哼 康尼模仿着彭莱小姐的喘息着的声音说 夫人悠 我哪级敢这么告辞 造辞 多么可笑 但是 我希望他不要真的来了 他的茶怎么样 哼 利敦茶 浓得很呢 但是 克里弗 你知道你是彭莱小姐和许多 宝一类的老厨女的玫瑰石吗 纵令这样 我也不引以为容 他们把你在画报上锁登的巷子 都好像宝贝般藏了起来 并且 他们也许每天晚上都替你祈祷嘛 真是张急了 他回到楼上去换补偿 那天晚上 他对他说 你是不是觉得 在结婚生活之中 有些什么永存的东西 他望着他 不过 克里弗 你把永存看得像个帽子似的 或者看得像个长长的链锁似的 失业一个人后边 无论人 走到多么远 都得业着 他烦恼地望着他 我的意思是 他说 假如你到威尼斯去 你不要抱着一种希望 希望有个什么可以认为大正经的情史吧 在威尼斯 有个可以认为大正经的情史 不 放心吧 不 我在威尼斯 绝不会有个比小正经更正经的情史的 他的声调里 带着一种奇特的亲笔的意味 他皱着眉头望着他 第二天早晨 当他到楼下去时 他看见守猎人的狗义佛罗茜 正坐在克利弗卧室门前的走阔里 轻轻地叫着 怎么 佛罗茜他温柔地说 你在这干嘛 他静静地把克利弗的门打开了 克利弗正坐在床上 他的床桌的打字机推在一边 守猎人站在床边等着 佛罗茜跑了进来 没了事的头部和眼睛 做了个轻轻的姿势 叫他到门外敷 他才溜了出来 呀 早安 克利弗 康尼说 我不知道你们有事呢 然后他望着狩猎人 向他道了早安 他摸棱地望着他 低声地回答着 但是仅仅他的现在 已使他觉得 一种热情之浪荡到他身上来了 我打扰了你们吗 克利弗 真对不起 不 那是毫无紧要的事 他重新走出门来 到第一层楼上的蓝色梳妆室里去 他坐在窗前 望着他那种奇异的 静默的形态 向那大露下去 他有着一种自然皆莫的高贵 一种冷淡的骄傲 和某种弱不禁风的神气 一个故宫 一个克利弗的故宫 亲爱的布鲁图斯哟 不要埋怨我们的昨晨不轰照 如果我们齿功一等 那是我们自己的过错贺 他是不是敌人一等吗 他是不是 他那一方面 又觉得他怎样呢 那是太阳光耀的一天 康妮在花园里工作着 波太太帮着他 为了一种什么缘故 这两个女人 给人类间存在着一种 不可解的同情之潮所容台了 他们把摄香石竹系 在栓子上 他们种着一些夏季的小植物 这种工作 他们俩都喜欢的 康妮尤其觉得 把小植物的嫩根剥入轻松的黑土里 再把它们轻轻埋好 是一种快乐的事 在这春日的早晨 他觉得子宫的深处在颤动着 仿佛阳光照了他 而使他快活起来似的 你丈夫过世好多年了吧 他一边对波太太说 一边拿起了一根小植物 放在泥雪里 二十三年了 波太太一边说 一边小心地把搂斗菜一一分开 自从他们 把他带回家里到现在 有二十三年了 康妮听了这带回家里的可怖的结局 心里不禁吓了一跳 你以为 他是为什么遭难的 他问道 他生前和你快乐吗 这是妇人与妇人间的一个问题 波太太用她的手背 把垂在脸上的一撮头发 扶了开去 我不晓得 妇人 她是一种不屈不挠的人 并且不愿与他人同道的 那是一种致命的固执性 宁死而不愿低头 你知道 他对什么都是漠然 我认为 那是矿坑的罪过 他原就不应该到矿坑里做工的 但是他还小的时候 他的父亲便强迫 他到矿坑里做工 这一来 当你过了二十岁时 那是不太容易改行的了 他曾说过 他讨厌到矿坑里做工吗 哼 不 从来没有说过 他是从来不说他厌恶什么的 他只录着难看的面色罢了 他是那些粗心大意的人之一 好像大战开始的时候 那些第一批狂欢复战 立刻阵亡的青年们一样 他的头脑不是不清醒 就是什么都漠然 我常对他说 宁夏对什么漠然 谁也不管 但这不是真的 哼 当我生第一胎孩子时 他那一动不动地静默着的神器 和孩子生过后 他望着我的那种凄惨的眼睛 那时我受了不小的苦痛 但是我得去安慰他 我对他说 不要紧的 亲爱的 不要紧的 他望着我 怪得倒笑着 他从来不说什么的 但我相信 从此以后 他在夜里和我再也没有什么真正乐趣了 他再也不宁易任性了 我常对他说 呵 亲爱的 让您自己任性点罢 我有时是要对他说 这种粗的话的 他却不说什么 只总是不愿让他自己任性十二 也许他不能罢 他不愿我再有孩子了 我常常埋怨他的母亲 他不该让他进产房里来的 他不应到那里去的 男子们的但 熟丝起来的时候 是要把一切事情 都张大起来着 那对他有这么大的影响吗 康妮惊愕地说 是的 那种生产的苦痛 他是不能认为天然的 那把他夫妇之爱中 所应得的乐趣 都糟蹋了 我对他说 要是我自己都不介意 为什么你要介意 那是我的事情呢 他终回答道 那是不公道的 也许他是个 太易感动的人吧 康妮说 对了 当你认识了男子的时候 你便知道 他们在不该感动的地方 便太易感动了 我相信 连他自己也不晓得 他是痛恨矿坑的 恨得入骨的 他死后的脸容是那么安静 仿佛他是被解救了似的 他生前是很漂亮的一个青年 当我看见他那么安静 那么纯洁的样子 仿佛是他自己愿意死似的 我的心都碎了 哎 真的 那是我的心都碎了 但是 那是矿坑的罪过 说着 他流了几滴伤心泪 康妮却哭得比他更厉害 那天是个温暖的春日 空中浮荡着与黄花的香星 许多东西在萌芽 阳光的精华 充满着肃静的原理 你一定难过极了 康妮说 阿夫人 起初我还不太明白呢 我只能反复地哭着说 我的仁佑 为什么你要离开我 我再也找不着其他的话说 但是我总觉得 他会回来的 但是 那并不是他要离开你呢 康妮说 是的 夫人 那不过 是我哭着实说的傻话 我继续地希望着他会回来的 尤其是在夜里 我眼不焦洁地想着 为什么他不在这床上 仿佛我的感觉 不容我相信 他是死了似的 我只觉得 持世定要回来的 回来夹紧着我躺着 使我可以觉得 他是和我在一起 我唯一所希望的 便是感觉着 他温暖暖地和我在一起 唉 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的年 经过了多少年 我才明白 他不会回来了 和他的肉体的接触 不会回来了 康妮说 对了 夫人 和他的肉体的接触 直至今日 我还忘不了 而且永久也忘不了的 假如上面有天的话 他将在那 他将夹紧着我躺着 使我能入睡 康妮精具地向他的深思的标志的脸孔 瞥了一眼 又是一个达娃 撕哈出来的热情的人 和他的肉体的接触 因为爱之束缚 不易解开 你一旦深爱了一个男子时 那是可怕的 他说 唉 夫人 那便是使人觉得这么苦痛的原因 你觉得 人们都是希望他死的 你觉得 矿坑是存心害死他的 唉 我觉得 假如世上没有矿坑 并且 没有精英煤矿的人的话 他是绝不会离开我的 但是 他们全都是想拆散一对箱头的男女 肉体的箱头的男友 康妮说 对了 夫人 这世上铁石心肠的人太多了 每天早晨 当他起来去矿坑里做工时 我总觉得 那是不祥的 不祥的 但是 他除了到矿坑里做工以外 还能怎样呢 一个穷人能怎样呢 一种奇异的极恨 燃烧着这个妇人 难道一种接触关系 能够延续到这么久吗 康妮突然地问道 那使你这么久 还能够感觉着他吗 哼 夫人 除此以外 还有什么能持久的呢 孩子们长大了 便要离开你 但是男子 哼 但是连这点接触的记忆 他们都想 把你夺杀了 甚至 你自己的孩子 不过 谁知道 我们也许是要分离的 但是 感情是不同的东西哦 也许最好是永远不要爱上谁 不过 当我看见那些 从来不曾真正地受男子 彻底地温暖过的女人 我便觉得 他们总是些可怜虫 不怕他们穿得多漂亮 风投出的多有劲 我的主意是不会变的 我对于人世是没有什么尊敬的 啊 你甚至是